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新具劈腿掉钢丝重摔倒的 他这举动超敬业 粉丝怒轰剧组 诚意过去演出琉璃沉香如蟹爆红 去年搭档曾顺西主演莲花楼涨粉562万 月为古装男神 此后他戏约不断 除了正在拍摄新剧《赴山海》 手上还有狐妖小红娘王全篇《英雄志》 集叠暴剧《迷局破之深前代播》 以及另一出新剧《长安24季》等他进组开拍 人气可见一斑 诚意日前拍摄《赴山海》 被拍到他冲上阶梯大杀四方的大场面 没想到在他最后腾空耍刀的高潮桥段 疑似因剧组掉钢丝操作失误 导致诚意直接以劈腿姿势 影片爆光后被粉丝大骂根本是亡羊补牢 《赴山海》5月开拍至今已经5个月 预计在本月杀青 随后承意又将开拍《长安24季》 《赴山海》最新路透画面中 承意身穿蓝白色渲染衣 马尾带着金色头冠 仙气飘飘 只见诚意手里持刀朝阶梯狂奔向上 一路上他大杀四方击退敌人 威风凛凛 但就在最后吊起钢丝 腾空劈刀的高潮桥段 疑似因剧组操作失误 导致承意直接以劈腿姿势从空中重摔在阶梯上 好在承意反应快 第一时间伸出左手撑的缓冲 但仍能看见承意表情明显不适 他虽然立刻爬起身 多次甩着左手缓解疼痛并拍下沙尘 走路没有大碍 仍吓坏在场围观的代拍惊呼连连 粉丝更是担心承意会有内伤 随后剧组才赶紧让承意带上护膝防护 影片曝光后被粉丝大骂 根本是亡羊补牢 剧组连个好的威亚钢丝的都掉不起吗 工作室出来挨骂 快交代承意身体怎么样了 事实上富山海剧组自开拍以来就风波连连 先是男配黄俊杰被暴私生活混乱 被剧组退货 虽剧组随后否认黄俊杰有演出 表示他只是出席开机仪式的特别嘉宾 但外界认为这只是给黄俊杰台阶下 接着是女配黄日盈因武术训练商联冯七珍 被质疑武术防护不彻底 以及剧组发定装罩时 刻意将诚意捆绑自家经纪公司欢瑞旗下新人意启发 其中两位师妹咖位还非生成领衔主演 让诚意粉丝气炸 如今诚意摔倒 又让剧组出包事件再添一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